大家好,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中国的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中国的节日有很多种 传统节日是指从古代就有的 一直延续到现代一直有的节日 在中国的古代,中国人用的日帝是农历 也叫阴历,也叫旧历 所以中国的传统节日大部分都是农历 现在先介绍第一个,元宵节 元宵节是农历的正月十五 这个正月在农历里面的意思就是一月的意思 也就是农历的一月十五号 是中国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月亮第一次圆的时候就是元宵节 在元宵节的时候呢,我们要吃一种传统的食物 就是元宵 然后我们还要做游戏 这个呢是灯笼,我们要猜灯迷 非常的有意思 元宵节以后就迎来了第二个节日 也就是清明节 清明节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这里是公历,不是农历 常常是公历的四月五号或者是四月六号 清明节的时候意思就是春天来了,下雨也多了,天气也越来越暖和了 清明节的时候我们重要的活动呢有两个 一个是祭祀,对已故的人进行祭祀 第二种呢是放风筝或者去春游 因为天气比较好,所以大家都出去玩玩 清明节以后,我们迎来了第三个节日 第三个节日叫做端午节 是农历的五月初五,注意啊,这里有一个初五 在农历的时候五月五日叫做五月初五 五月五号是端午节 端午节我们要吃粽子,传统的食物是粽子 南方常常是咸的,北方常常是甜的 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华龙洲赛龙洲比赛 这就是端午节 端午节以后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中秋节 因为中秋节是秋天的中间 所以我们叫做中秋节,它是农历的8月15号 中秋节有两个活动 一个是中秋节是月亮一年里面最圆最亮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赏月 赏月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吃这种圆圆的月饼 月亮是圆的,月饼也是圆的 代表着全家团圆,甜甜蜜蜜 中秋节以后,我们就迎来了重阳节 重阳节是农历的9月初9 因为9这个数字呢,在中国是阳术 所以叫做重阳节 重阳节呢,又叫做老人节 或者是登山节,这一天我们常常给父母过节 或者一起去爬山 那么我们来讲最后一个,也就是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就是我们的春节 在中国,春节是中国人的新年 春节过后,这一年呢,才算过完 它是能力的正月初一 正月刚才说了,就是一月 也就是一月一号 春节呢,我们就要穿新衣服,放鞭炮,包饺子,拜年 首先我们要包饺子,吃饺子 还有呢,我们要放鞭炮,非常的热闹 然后我们就要去各家各户拜年,说几例话 新年好,万事如意,一切顺利,等等 那么,如果你说得好的话,还可以得到红包 红包里就有很多的鸭碎钱 如果你想来中国玩玩的时候 可以春节的时候来玩 说不定也会得到鸭碎钱呀